最近香港立法会通过了稳定币条例草案 带火了传说中的港币稳定币发行商 什么是稳定币 今天呢我就来讲讲这个很多人都听说过 但不一定能搞得懂的概念 稳定币 一句话来描述 稳定币就是锚定法币的数字代币 那最常见锚定对象是美元的稳定币 叫做USDT和USDC 很多人第一次接触加密货币呢 是从比特币开始的 他们很快会发现在交易平台上呢 还有两个东西经常出现 就是USDT和USDC 他们不涨不跌 看起来呢就好像是美元的影子 一个USDT或者是USDC 大约等于一美元 他们不会像比特币那样总是大起大落 那为什么要发明稳定币这个东西 难道不能直接用美元进行交易吗 这里的核心问题啊 就是在区块链系统当中 美元是进不去的 传统的银行系统是封闭的 美元账户之间呢 要通过Swift 银行清算 外汇转换 速度慢成本高 而稳定币呢 可以在全球范围内 几秒钟内就到账 手续费相对也比较低 适合区块链上的交易场景 USDT和USDC这两个看起来差不多的稳定币 但是他们背后的区别非常大 首先啊就是发行公司不同 USDT是由Tether公司发行的 这家公司呢 注册在英属维京群岛 运营主体和加密货币所 Bitfinex关系密切 有人甚至说呀 它就是Bitfinex的提款机 那Tether这家公司 因为资产不够透明 审计缺失 底层抵押物成分复杂等问题 一直是被美国监管机构所诟病 而USDC呢 是美国公司Circle发行的 这家公司的总部 就在美国波士顿 在爱尔兰也有分支 它是受到美国财政部 和美国金融监管框架 高度认可的一个项目 USDC背后的投资人 包括华尔街的高盛 黑石贝莱德等 传统的金融巨头 所以从背景来看呢 USDT更像是草根派 它的主要持有方呢 是加密交易所 特别是亚洲和中东的用户比较多 而USDC呢 它的背景是华尔街 那你可能会问了 既然说是锚定美元 那稳定币和美元 是不是就一定1比1的关系呢 实际上呢 他们尽量维持1比1的关系 但是也可能有偏离出现 特别是在市场恐慌 或者是监管风暴的情况下 比如USDT在2022年 Tero崩盘的时候 一度跌到了0.95美元 而USDC在2023年 硅谷银行爆雷的时候呢 也一度跌破了0.99美元 所以他们和美元之间呢 其实也是有汇率浮动的 只不过波动很小 那问题来了 USDT和USDC都说自己啊 每一个币的背后 都有一美元的储备 是真的还是假的 哎 这是议题的核心 那根据公开的数据啊 USDT的储别资产里面呢 有一部分美债和现金 就是美元现金 但是它也有黄金 比特币 最近美国政府就出台了 一个新规定啊 所有发行稳定币的机构 他们的底层资产 必须是美元现金 或者是美国国债 黄金和加密货币 这都不认啊 不算合规 那这对USDT来说 就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因为它的底层资产 根本就不合规 如果Tether不调整结构 它可能会被迫退出美国市场 现在它还能用 但是美国监管的大锤 随时可能会对它落下 而USDC就不同了 Circle宣布啊 它们全部的储备资产 都存在美国的银行 而且全部都是美元和美国的短期国债 而且呢 还每个月向美国的证监会 公布他们的审计报告 尽管没有被纳入监管 但是Circle呢 一直是强烈的要求 SEC把他们纳入监管 那这也是 它为啥被称为是 华尔街的乖宝宝的原因 很多人猜测呀 如果未来美国政府 想推数字美元 那Circle很可能会被官方特许经营 成为半官方的稳定币 变相的变成数字美元的实验版本 那说到这儿 有的朋友会问了 除了USDT和USDC 市场上还有其他的稳定币吗 当然有哈 全球流行过的稳定币呢 还有DAI 还有币安推出的BUSD 但是呢 已经被美国监管所打压了 Circle还曾经推出过 锚定欧元的稳定币EURC等等 但是现在呢 用户认可度啊 远不如前面两个 还有呢 Terra曾经推出的USD 一度火到破圈 后来因为他的算法设计有缺陷 直接崩盘了 400亿美元蒸发 投资人血本无归 目前市占率最高的 仍然是USDT和USDC 那这两者呢 占了超过九成的市场份额 那所以呢 大家不要以为稳定币就真的稳啊 稳定币也可能会崩盘 那问题来了 这些稳定币的发行公司 有没有可能会跑路啊 有可能 如果底层资产不合规 又或者发生了客户的挤兑 或者他们挪用了客户的资金 又缺乏监管 那有可能像FTX那样突然爆雷 那有的朋友又要问了 美国政府为啥不直接发行数字美元呢 主要是因为牵涉到太多的利益关系 一旦数字美元正式发行 那传统的商业银行 可能就会失去部分的存款来源 美联储也需要直接面对零售用户 那会带来大量的运营监管和隐私的问题 所以美国目前呢 倾向于让市场自己去探索 由合规的私营机构 向Sirco先发行 逐步完善规则 那USDC现在就被大家认为 是最可能的准官方的数字美元 那有的人会问了 中国的支付宝和稳定币像吗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呀 像 支付宝里的余额保余额支付其实也是对人民币的数字代币化 只不过呢 它是运行在一个封闭的系统里面 由蚂蚁金服统一清算 而稳定币呢 是运行在一个开放的区块链的网络当中 任何人都能够持有转账和操作 两者逻辑相通 但是透明度和监管方式不同 那我们要记住的就是 稳定币绝对不是安全的 它只是相对稳定 谁发行的 背后是什么资产 有没有受到监管 这些才是关键 未来真正可能成为全球数字美元的 不会是USDT 有可能是USDC 甚至会由美联储受牌 发现一种新的官方数字现金账户 这也说明了一个趋势 未来的稳定币 离美元越来越近 也离自由世界越来越远 稳定币从早期的野蛮生长 已经开始进入到一个强监管的数字工具的阶段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